变形金刚反派实力排行 第四名 堕落金刚 第二里出场的终极恶鬼 拥有空间跳跃和操控重力的能力 阴险邪恶且狡诈无情 在他的蛊惑之下 威震天创建了八天虎军团 然后在塞伯坦星球上挑起了内战 同时他也是创世神原始天尊创造的最初十三金刚之一 他的造型灵感来源于古埃及死神阿努比斯 在至今一万九千年前 堕落金刚等十三天元来到地球寻找能量口 而能量快类似于火种 能给予变形金刚无尽的能量 防止它们老化和生存 当它们发现地球有人类生存时 其他元祖金刚因为遵循领袖原则 既不伤害任何一个有生命的星球 最终选择放弃 可堕落金刚却不管不过 坚决要榨干太阳来制造能量口 于是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其他元祖金刚齐心协力才将堕落金刚打败 为了防止它卷土存在 他们用生命将能启动机器的领袖魔块封印起 而大战过后的堕落金刚也隐隐隐行 只能依靠营养装置才勉强从 为了消灭地球上最后一个领袖 威震天率领小弟在密林中唯有擎天主 可即使以伊迪塞 大柱子仍然不落下风 威震天也只能依靠偷袭才将它杀死 眼看擎天主隐隐 堕落金刚带着霸天府大军强势入侵 人类曾经引以为傲的航母舰队 在他面前却显得不堪一击 好在山姆在天火的帮助下成功找到领袖魔块复活了擎天主 可尾随而来的堕落金刚却一把将其强阻 不甘心的人类当即发起了进攻 可在拥有操控重力的堕落金刚面前 一切都只是徒劳无功 眼看太阳毁灭在即 天火最终选择牺牲自己 在他强大的能量贯注之下 秦天主得到了史诗级强化 不仅掌握了飞行能力 更是一炮就将恒星萃去塔车 即使同时面对两大领袖及强者 秦天主也如砍瓜切菜牌 一炮就封碎微震天大半的流测 而堕落金刚更是被其异拳狠狠贯穿 由此也不难看出 再强的反派也抵挡不住开挂的秦天主